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大家都知道普洱茶最主要的最好的一个产区是老班章 班章为王嘛 那么以老班章为中心把这个区域扩大一点 把它称之为大班章 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这其中包括了老班章 也包括了新班章 还有像老曼鹅 还有斑盆 这些都是非常著名的一些寨子 然后我们在茶树的选择上面 可能说50年以上的一些大树 也有几百年的古树 基本上就是说在百年左右 在采摘时间上以春茶为主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原料产区 在整个云南的原料产区里面 这样的一个经过了我们选择和筛选的区域 已经是达到了非常优质的 非常顶尖的原料产区了 同时我们又能够适当地降低它的成本 其实区域扩大以后 它的整个综合的口感 其实是会更好 比单一区域的这个品种 它会更丰富一些 同时又具备了大半章地区的特征 它是非常明显 这个茶人也是比较特别 他是河北的一个小伙子 他是一个茶汁 就是非常非常喜欢普洱茶 每年在云南那边待的时间很长 三年之前开始经营自己一个北方的茶仓 这一批茶我也是委托他来帮我做 因为我觉得他的精神非常执着 然后也比较专业 那做出来的东西也很靠谱 所以我们这一次是第一次合作 但是我觉得这款茶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款茶是在去年压制 也经过了一年的盛放 到现在喝的话非常好喝 就是我们看它的干茶 茶饼 它的调索是比较细嫩 粗壮 紧结 芽头非常多 非常漂亮 压制的话 石墨压制 松紧度也差不多 是标准的三五七克的茶瓶 我们在冲泡过程当中 你飞水一冲下去之后 班章地区的这种特征香气就很明显 就是花蜜香 兰花香 那像杯底的话 古树茶的这种特征非常的清晰 非常明确 然后这个香型非常的持久 我们讲都是生态很好的 这种古树茶的这种特征 然后茶汤的口感也很好喝 首先很顺滑 没有我们一般生谱的这种苦涩感 它的口感是很甜 很润 非常合适 很好喝 然后回甘也很强劲 最主要的是它的茶汤很厚 有这种胶质感 就是它内滋非常丰富 非常耐泡 班章茶我们讲主要以八旗为主 回甘持久很强劲 它所有这些特征都表现得非常好 你其实现在喝也可以 最好是把它收藏 收藏等它转化以后 当然生谱的转化会慢一些 但是后期的转化出来 这款茶肯定是非常非常棒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